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灭绝师太》这个角色十分讨厌 他虽然很早就领盒饭了 但是给周芷若留下的命令贯穿了整个故事 让周芷若和张无忌之间渐行渐远 所以不少人特别讨厌灭绝师太 其实只要换个角度 我们也会发现灭绝师太并不是那么令人讨厌的 他会做出那些行为都是因为他有苦衷 在江湖上的侠士大多以侠义精神作为自己的追求 而灭绝师太做的那些事其实也都是为了安定国家 只是他为人古板刻薄了一点 就算他做的让人讨厌 但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恶意的 第三名是殷离的二娘 这个角色在故事当中并没有出现 张无忌是从殷离的口中知道的 其实在那个时代 男人三妻四妾是被认可的 但是这个女子已经抢走了殷野王不说 还去伤害殷离母子 这一点让人非常讨厌 因此殷离的二娘排在了第三 第二名是丁敏君 丁敏君这个角色其实在倚天中也是相对比较出名的 当然也是因为他的狠毒 灭绝师太是坏 可丁敏君就是个小人 总是在灭绝师太身边脚耳根 用尽手段陷害季晓福和周芷若 只要看到他做的事 就对丁敏君这个人没什么好感 不过在这儿只能将他排第二 第一名是朱九珍 连环庄的朱九珍被列为最令人讨厌的女子 因为他欺骗别人的感情 为达目的而欺骗别人的感情 这种行为实在可耻 所以这边把他排在第一 倚天中还有哪些女子让你讨厌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